好就在兩分鐘前不曉得觀眾朋友有沒有感覺到明顯的這一陣天遙地動 在剛才大概是6點58分左右東北地區發生了有感地震 我現在所在位的雖然是在一樓部我們攝影棚 在天花板所懸化的燈具以及電視呢都也能夠看到了明顯的晃動 那麼預估震度三級以上的地區現在來自中央視像局所提供的資料是有宜蘭 而最新一步的掌握到的更確切的訊息我們交給記者淑瑞 好的就在剛剛呢是有出現了這個地震的狀況 那麼目前呢其實我們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包含在北捷文湖縣的部分剛剛也一度暫停停車 而且就在地震發生的當下其實像是我們在台北市的內湖 也有感受到一樓有明顯的震度 那麼如果說是比較高樓的部分呢影響的部分可能還會再更明顯一點點 那麼呢依照目前初步的地震速報來看 這個時間大約是在晚上的6點58分左右 那麼是在東北部地區發生了有感地震 而且預估呢這個震度是有在三級以上的地區是在宜蘭 那麼剛剛我們掌握到的一個最新消息顯示說 出版這一次的震度四級以上的地區都包含在像是花蓮啊宜蘭啊等等的 那麼稍後氣象局也會有最新的地震報告 我們會隨時的為您來掌握 那麼呢其實啊今天在宜蘭的部分在下午1點31分 還有1點30分的時候其實在宜蘭就已經有出現了 分別是規模3.7還有3.3的油感地震 不過啊都是小區域的並不是搭範圍 那麼在剛剛這個發生的地震呢感受是比較明顯的哦 而且比較多的可能都是發生在東半部地區 那麼像台北如果說有感的話 其實像花蓮宜蘭地區這個地震的感受應該會更明顯 特別是如果是震度在四級以上的話 有些觀眾朋友可能就會收到像是國家級警報 但是呢目前我們在台北是沒有收到的 所以代表說台北這邊的震度可能還沒有超過四級 那麼剛剛也有提到說這一次呢 這個地震的部分 文湖縣現在是暫停剛剛有停車的狀況 包含阪南縣現在也有短暫的停車 代表說這個震度可能有到三級以上 所以呢像是北捷他就也會做出一些停車的措施 或者是把速度放緩 等到呢確認軌道都沒有問題之後才會來進行通車 那麼稍後呢我們又持續的為你掌握 來自氣象局的最新的地震速報 那麼以上是現場最新狀況 我們把時間到國內 好謝謝蘇蕊在剛才得到消息 預估震度有到三級以上的地區 恐怕除了宜蘭之外 還有新北市台北市跟花蓮 蘇蕊剛才特別提到 因為現在時間呢今天開工 目前呢六七點鐘大家通勤 要回家的路上還有蠻多民眾的 那麼在台北市的狀況 包含了阪南縣 文湖縣都是暫時停止的 進一步有沒有掌握更新的訊息 交給記者允錫 好沒錯我們知道剛剛這個地震呢 是發生在這個東北地區 那預估震度是三級以上 事實上今天呢在這個相同的地方 已經不是第一起地震了 今天下午呢包括一點半跟一點三十一分的時候 在宜蘭縣政府的這個南南東方呢 同一個類似的區域是發生了兩起地震 因此呢今天稍早發生地震 是不是這個群震之一 或者是呢接下來是不是會有更多的地震 稍後在氣象中心 這個地震中心呢 也會帶來更多的資訊 而目前我們所掌握到的消息呢 是包括了在交通方面 特別是大家在下班時間都特別的關心交通的資訊 高鐵第一時間就表示了 剛剛的地震是沒有影響高鐵運轉的 因為我們知道說事實上 高鐵主要是以在西半部為主的 因此呢在東半部的地震除非是非常大 通常是不會對這個高鐵造成影響 台鐵部分呢目前還在了解當中 另外在北捷的部分 我們知道因為下班時間呢 所以有不少的上班族都有回報 說包括像是文湖縣或是板南縣 有因為這個地震有稍微暫時停車的狀況 事實上根據這個北捷的規定呢 他們只要感受到二級以上的震度 列車在月台呢就會暫停發車了 因此這一次的這個地震呢 稍早氣象就表示可能會是震度三級或是四級 因此呢暫時停車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狀況 而包括了這個高運量呢 或者是這個在高架橋的文湖縣呢 都是有做這個緊急停車來做安全的處理 另外在高鐵跟台鐵的部分呢 他們同樣以台鐵為例也是要三級的地震以上呢 才會有做這個慢速巡轨或是停車等等的一個處置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說像這個地震發生在東北部 也許像是在這個東北部地區的鐵路呢 可能是會有受到影響的 而氣象局目前呢在這個網站上啊 還沒有給這個最新的這個地震資訊 所以我們目前還是不太理解說稍早這個在6點58分左右發生的地震呢 實際上的這種狀況是怎麼樣的 不過目前了解可能是在這個58分跟59分呢 連續哦是有兩起的地震 而目前氣象局給的最新的資料呢 是在6點58分的時候 這個地震呢同樣是在這個宜蘭縣府的南南東方 41.9公里 地震深度是33.2公里哦 其實33.2公里是什麼概念呢 主要啊 地震在30到70公里呢 就算是淺層地震 要30公里以下 才算是極淺層地震 而這個發生在58分的地震呢 它的瑞士規模是5.5 最大震度包括了像是在宜蘭的五塔是4級 在花蓮的和平也是4級 另外包括了像是宜蘭市花蓮市 在台中的梨山 南投的和歡山 跟新北的新店 台北的新一區 也都感受到三級的震度 像是新竹的關係 桃園呢也都是三級 簡單來說 基本上是新竹以北呢 都是感受到三級的震度 這個搖晃算是蠻明顯的 像是我們是在內湖辦公室的10樓哦 剛剛就有明顯的感受到是先上下跳動 接著才是左右搖晃 另外二級震度的範圍也是蠻廣的哦 我們可以看到包括了台北 苗栗新竹南投雲 這個彰化嘉義 等等的地方呢 基本上嘉義北呢 也都能感受到兩級的震度 另外在基隆台東等地呢 則是有一級的震度 稍後呢 氣象中心如果有更多的資訊呢 我們也會隨時的為您來掌握 我們知道說在這個58分地震呢 其實它是5.5的地震 最大的震度是四級 目前呢各地的災情回報呢 我們也會持續的為您掌握 主播 好 這是稍早在6點58分 59分所發生 瑞士規模5.5的地震 那麼震央在台灣東部海域 深度只有33公里哦 剛才畫面上持續看到的 四級上震度的包含有 宜蘭跟花蓮 那麼台中 南投 台北 新竹 桃園 是兩級的震度 或許民眾都還蠻有感受的 有沒有進一步的災情 或許我們持續會 帶您來掌握了解 等一下 張相局這邊有最新的一報 來進行說明 我們也會連線帶您關注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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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小鈴鐺